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作为全球晶圆代工龙头,早已成为其他竞争对手的眼中钉。 英特尔计划2030年超越三星代工业务,而三星也扬言2030年要超越台积电。 英特尔从原本晶圆制造只为自己的产品服务,到后来提出IDM2.0之后发展出英特尔代工服务IFS业务。 2020年,接任英特尔执行长纪辛格,为英特尔的转型下了庞大的赌注。 因为英特尔之前一直是IDM模式,完整的含阔的晶片从涉及到生产再到销售的所有过程, 产品绝大部分也都是在内部工厂制造。 如今,在IDM2.0模式下,英特尔不仅要委托外部晶片代工厂生产自己的晶片, 比如预定了台积电300米的产能。 在此同时,英特尔也要发展自己的晶片代工业务, 成立IFS业务,重返晶片代工行业。 对此,英特尔的逻辑是, IFS将在服务晶片客户的过程中变得更强大更好。 而随着IFS在晶片制造上越来越先进, 生产的晶片产品也会更有竞争力, 包括自己内部制造的晶片。 反过来又保证IFS不会受限于外部代工产能, 以此形成正向循环。 按照基辛格的说法来看, 就是IDM使IFS更好, IFS使IDM更好。 不过,矛盾之处也很明显。 英特尔既要为自己生产晶片, 又要寻求其他晶片领域的竞争对手, 例如EMD和辉达提供晶片代工服务。 同样的, 英特尔想在晶片代工业务上追赶台积电和三星, 但又要将自己的最好的晶片产品交由对手来生产, 意味着在降低自身晶片制造规模的同时, 还将一部分利润让给了台积电等竞争对手。 英特尔晶圆代工目的是提供, 从系统级晶片到系统级封装的模式转移, 也是英特尔为了更加开放自身代工服务的一个展现。 而且, 除了以系统级代工来巩固自己的代工市场之外, 英特尔还计划在其, 晶片设计和制造之间建立更大的决策分离, 目的在让生产线像Five業5一样运作, 并将来自英特尔内部和外部晶片公司的订单一视同仁。 这个决定被称为英特尔IDM2.0战略的新阶段, 这背后的逻辑在于英特尔想将自身晶片设计与制造进行拆分的目标。 战略转型之外, 英特尔自认为自家的Intel 20Amm制程, 理论上是和台积电2奈米相抗衡的制程, 一旦英特尔成功突破Intel 20Amm量产, 会有能力与台积电2奈米制程一较高下。 然而,就在英特尔努力发展晶圆代工业务的同时, 英特尔晶片代工服务总裁的辞职, 或许暴露了英特尔的内部阻力可能超过外界想象, 或许这会是基辛格进一步, 想拆分晶片设计和制造团队的关键。 三星同样在追赶台积电路上忙于奔波, 早在2019年就定下来, 未来十年内超越台积电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三星大力投资,招聘人才, 除了先进制程持续加码之外, 半导体设备和材料, IC载板,先进封装等一切与晶圆代工有关的领域, 都成为了其瞄准的焦点。 这段时间以来, 三星同样动作频频, 不仅宣称将扩大部分非记忆体晶片, 如CIS、DDIC等伪外代工业物, 并将扩大传统和特殊制程产能, 预计到2024年将其数量增加10倍以上。 而且,到2027年, 三星电子的传统和特殊制程产能将达到2018年的2.3倍, 2027年整体晶圆代工客户将增加到2019年的5倍。 事实上, 这一策略为其带来了, 重新配置资源和工厂产能的机会, 达到更多的产能释放。 在产能调配下, 三星代工可以承接更多高利润的订单, 尤其成熟制程设备多以摊提完毕, 使得产品组合调配上可以更有弹性。 而透过成熟与特殊制程所获得的利润, 再投入先进制程的发展, 这是三星的计划关键。 作为目前全球为二可以生产5奈米以下制程的晶圆代工厂, 三星在先进制程上的成就虽然不容小觑, 不过相较台积电来说总是其差一招。 除了三星三奈米制程率先采用GAA技术, 还计划2023年推出第二代三奈米制程, 并更进一步计划到2025年, 发展达到2奈米制程, 到2027年达到1.4奈米制程。 对于这一发展的目标, 有观点认为, 三星的计划是有可能的, 只是届时量产的规模跟良率好坏都需要持续关注。 因此, 要赢得客户订单, 三星的良率一直是要努力跨过的门槛。 相较台积电历来的高良率水准, 三星仍存在非常大差距。 而且, 目前三星的先进制程客户群多为中小客户, 从产能角度如何竞争大客户的青睐仍带努力。 针对竞争对手, 一方面是英特尔的转型, 另一方面是三星努力提升良率, 台积电则是努力扩产满足全球客户需求。 美国亚利桑纳州建设的四奈米晶圆厂, FAB21已举行首批机台设备以及典礼, 且已有大批工程师已经前往。 预计未来三奈米厂的产能也将会是每月两万片规模, 目前正开始安排人力规划, 而这也将是台积电在美国的第三座晶圆厂。 而台积电在亚利桑纳州兴建完五奈米厂之后, 还计划兴建三奈米厂的原因, 主要是在当前市场趋势和贸易关系下, 美国客户在台积电营收当中的, 总体占比正在持续提升, 是促使台积电赴美舰先进制成晶圆厂的一大因素。 根据统计, 2021年美国是台积电最大的销售市场, 较2020年成长24%, 营收占比为64%。 其中,苹果一家占据了台积电超过四分之一的营收。 同时,日前市场消息传出,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预计, 将4奈米和5奈米制成技术的晶片委托给台积电。 如果属实, 特斯拉将进入台积电前七大客户公司, 进一步提升美国客户的占比。 此外,台积电赴美舰先进制成晶圆厂, 也在一定程度上依应了美国客户的供应来源地分散化的供应链安全需求。 彭博社报道指出, 苹果计划未来将从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座, 还在建设当中的晶圆厂采购晶片, 以降低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 因此, 在这一系列因素带动下, 使得台积电在美国再建先进制成晶圆厂。 另一方面, 由于台积电在晶片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其最新的三奈米制成技术制造成本的上升, 台积电也将大幅提高三奈米晶圆的价格。 市场预计晶圆代工定价将超过2万美元, 相较5奈米制成上涨了25%, 这意味着下一代3奈米的CPU和GPU将更加昂贵。 这种几乎一家独大的局面, 也造成了每一代先进制成, 晶圆代工价格的毫无阻力上涨。 而这也是当前IC设计企业 希望多元代工策略的主要因素之一。 只是相较竞争对手, 台积电在先进制成领域发展非常顺利。 有消息称,台积电的良率部分最高已达80%, 其最大的客户苹果已经提前预定 其M3处理器采用台积电300米制成。 无论如何,面对英特尔和三星的追赶, 有市场人士认为台积电的优势已经建立, 且这一优势建立在先进制成上。 这些几乎占了台积电相当比重的营收。 放眼未来,台积电在先进制成上, 竞争的优势不但不会变小, 大概率只会全面放大。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